四年级设计与工艺RBT单元5 美食,我最爱,美食分享会 准备装饰配菜 红萝卜小花 雪白色的椰菜花 芝士小蝴蝶 还有其他等等 现在要弄这个菜手 所以我要加盐还有石油 加石油是因为保持它的颜色新鲜 加盐是为了让它的味道好吃 沸腾的水中加盐 还有油 把蔬菜放进去烫熟 蔬菜变软了就可以了 其他的蔬菜也可以了 烫 烫 烫 放一点芝麻 再米饭 搅拌 吃吧 增加米饭的口感 现在我们要开始摆盘 现在我们要开始摆盘 摆盘的材料 有米饭 还有这个小小的蝴蝶汁 红架和枸 红架 还有这个野菜花 跟羊角豆 胡萝卜 鸡翅 现在我要带上口头 这样子面 面米饭比较不容易 捏个大饭团 调理整齐 现在我要把这个调味料 放去这三个蔬菜里面搅拌 蔬菜有点咸咸的味道会更好哦 蔬菜有点咸咸的味道会更好哦 咸如盐 咸如盐 阿西麦腸葡萝卜 salty is salt 可以 我要把这鱼翅 做成螃蟹的饺子的样子 放在这个 鱼翅的条饼 现在我要把这个 红枣和枸杞 做成那个 螃蟹的眼睛 配用红萝卜和羊角豆 交叉围绕起饭团 伤呗 中文字易理论 鱼翅的 同学 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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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植物黏在它的脚 呃 现在我要擦盘把它弄干净 然后把这个小小的蝴蝶器放在那个盘的某个角落 宝宝爱干净 我擦 我擦 我擦干净 蝴蝶满天飞 围绕螃蟹飞一圈 现在我已经完成了我的这个螃蟹 到我来做白糖 所以你不要吃米饭 现在不是你叫我供货色一点的随便是吧 这一场呢 什么意思 不是你的功课 你随便要这样 这件次就比较好大便宜 哇 这叫做摆盘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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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嗯好了 哈 所以红萝卜又不要吃了 两根可以 一根 哈哈哈哈 好了 你是吃饭吗老师啊 真的可以啊 你啊我试句哦 不是你的功课你就随便到这样子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这是你 吃饭啦 吃饭啦 买去吧 好吃吗 好吃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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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